你叫外賣也是不是這樣的聲音 我想要個豆腐火藍飯 放門口就行了 謝謝你 你有沒有錢找 我得不到 不要按鈕 我幫你找不到 你好,我去九龍城 拿好一點,很燙 你很燙,不要這樣 所以我是不浪漫的 不是,那也有一個浪漫的階段 你收拾一下而已 所以我就想,如果女生… 收拾一下 然後長大了 你就會發覺,原來每一個人是一條船 你看看,你令到Joey哥沉思 那不是因為我是一隻艇仔而已 哈哈哈哈 Little boat 每個人都是艇仔 每個人都是 不是,我是幫人做艇仔而已 其他人在外賣仔 你很適合 我收拾一下 你很適合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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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觉得歉我 你会不会拒绝我 你有异欲去找我 你会通电再回过 如实在认真喜欢我 或是有心抚显我 如今只有三岁都清楚 是你不想我了 甚至不找我了 无非几天变化 就象冠我几千霸 难道你共我趁闻抱拥 之后竟有偏差 不想和我好 请求直说真话 很想你是爱得懒惰 自会多天不理我 心境正足秒钟跌倒 我那一样有做错 过去你极爱惜我 过去你极爱惜我 快为之后侮辱我 曾自问自私开心过 自问自卑担心过 如今的我只要知清楚 是你不想我了 甚至不找我了 无非几天变化 就象冠我 就象冠我几千霸 难道你共我趁闻抱拥 之后竟有偏差 不想和我好 请求直说真话 没有担心过担心过 你心乱如麻 没有担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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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乱如麻 你心乱如麻 之后竟有偏差 我弄弄 不想和我好 不如直说真话 你心乱如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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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 Music Panda 今天除了有我十三之外 还有嘉宾主持Joey哥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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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除了我之外 今天还有我们两位主角 就是Cloud Hello 大家好 欢迎 YT Hello Hello 大家好 Kal之前上过来 Music Panda YT第一次上来 有没有看过我们的视频 其实一直都有看 其实我一直都很希望 可以上到来 Music Panda 说出头五集 第一集是 你最喜欢第五集 我最喜欢 我觉得Alan Poe那集 是我其中一集 最喜欢的 第二集 第二集最喜欢 可能我会选张敬軒和Ian那集 然后我觉得Sea All Star和Cloud的那一集 Cloud那一集 是 Jace和Anson Kong那一集 还有第五集就是我们这一集 你们这一集 没错 好 那又看一个就好了 对吧 平时你也上很多YouTuber的节目 对 没错 没错 你也经常去唱歌 是 你今天来到我们这里 记住叫你们的粉丝 多点支持 订阅吧 绝对 不过压力其实很大 怎样压力呢 因为有跟各位 这么出色的音乐员 一起演唱歌 我对上一次 可能去炎阳天玩就行了 但是上到这里 可以去过 可以开名的吗 可以 对吧 然后之后又第一次跟Cloud一起去合唱 所以其实 我自己也很紧张 也都很 多谢Music Panda 还有Cloud and her company for making this happen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不懂Cloud的 我纯粹是觉得 因为她是我觉得在现今乐坛 其中一个最好的 Young Female Vocalist 哇 谢谢 真心 真心 所以我就觉得 我很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唱歌 所以我就 其实跟她说 Hey I want to go to Music Panda You know 看看你有没有兴趣 然后她就说 Yeah 其实当中有很多转转的位置 差点做不到 但结果 结果到你们的召集 然后你会说 喂 最后可以啊 最后 然后我说 Yes 所以就来到今天 去和大家一起唱歌 So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多谢 多谢Music Panda 多谢Chay Good 我自己就都很紧张 其实 因为我上一次来的时候 其实还是个宝宝 我上一次来 应该是三年前有多 好像都是我做嘉宾主持 好像是 好像是 稍后查一下 否则就糟糕了 不糟糕的 我记错了我两个人 但是 她都今天唱 很紧张 我刚刚说 比六Chill Club 因为很接近 平时Chill Club 你们在后面 今天唱歌也是 哇 很紧张 希望稍后会做得好 会感觉到Joey哥和十心 在判断我们 我也很害怕 其实真正判断你 是后面的结果 你戴上的样子 但我听不到 所以OK 而且是汪明荃 是 说回今集我们的主题 叫做我就是 我听起上很简单 很普通的一句话 其实大家可以想想 可以怎样跟别人介绍你自己 就是真实的自己 要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 你会怎样说 怎样形容 你先说吧 我先说吧 其实 我可能入行给Cloud做了一点 其实有一段时间 其实我刚刚入行的时候 是在学习怎样去表现自己的 因为公司可能会有 之前工作过的不同的想法 我们试试一个安全的方式去做 但是很多对答 或者很多 我们怎样放自己出来 是有一种公式 而这种公式 我觉得是应该要学的 因为你不学 你不会知道 究竟你真正是怎样的 不过我想过了几年之后 我亦都离开了乐坛一段时间 没有出道过 去了做电影 不同的工作 再次回到来的时候 其实那种感觉是 我成长了 我去想一想 我知道了这个游戏 整件事情是怎样了 我再次表现自己给大家的时候 究竟是一个什么人 我怎样拿自己 心里面最真实的那种东西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我以前不明白的 以前的人跟我说 做艺术师你要拿自己心里面最伤感 最私人的那种东西出来 我说不用的 心里想 其实假扮就可以了 我假扮就可以了 结果我可以了 很难假扮的 结果原来没有 你跟Joey哥娶娶娶娶 是的 应该怎么假扮 香港slash 我便假扮了 是的 假扮slash 不过我不懂彈 那Clau又怎样了 我平时上一次过来的时候 我都不敢说自己 Hello大家好 我是歌手云浩映 因为那时候没有歌 而且自己对自己也不太自信 但是到了三年后 大家看着我大过 我就觉得有了自己的歌 也带到自己很厉害的作品上来 跟大家去唱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终于可以叫自己是 歌手云浩映 因为 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做 这个最真实的自己 而且我觉得 镜头前面的观众 实在真的很聪明 这件事是没法欺骗的 而且如果你不能去做自己的时候 你这一份职业 或者整件事 其实是很艰难 也很艰辛 所以我就选择了 the easy way out 就是做自己 这个对我来说 是最开心 以及最简单的方法 我觉得你的歌曲 不是很容易 你选择那首歌 但是我觉得你是很棒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会随便选择一首 很容易唱 或者一个很简单的设计 就由第一次我弹你 另一首歌 我忘记了 总而是吉他 无疑民藏的痛 对 那我又练了一整晚 这次这首歌又要练一整晚 我觉得你也有一个坚持 对于編曲 你知道是什么 你常常都说 那里好像是这样的 多谢Joey哥 努力努力 多谢 Yan Ting 你刚才又转去做电影 是 但是你怎么入行呢 是不是因为这么英俊 没关系 其实我入行的经过是 我当时在新加坡大 然后我就想 有一天在想 我究竟以后要做什么 我就喜欢唱歌 我就说我想做歌手 我很记得 在新加坡中学 每一年的年底 我们会有个度假村 当时就说我想做歌手 然后全场都静了 然后就开始笑 你?你做歌手 你哪有可能做到歌手 你练Binbox 好像一只猪在吃东西 我就觉得 然后我老师就跟我说 他说 YT 你不要想这些东西 梦想先放下 你读好一些书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可能会坐巴士 那一刻我听了之后 我就在想 我说首先 坐巴士有什么问题 第二就是 为什么我不会追我梦想呢 我就问他 我说 老师 其实你的梦想是否做老师 然后他就呆了 他可能想去做炸的士 可能是 然后我就看着他 我说老师 你是不是想做老师 他没有回答我 然后我就说 如果你的梦想不是想做老师 你为什么说我做不到 你为什么可以说一句话 然后就剪转反側 我不是音乐世界 我家里没有人会唱歌或者弹琴 我去尝试学 然后就尝试 入音乐系 但是入不到 因为有钢琴八级 演奏级 我们入了电影 那时候我们学会 怎么写自己的demo 拍自己的片 拍自己的照片 我就回到香港 我当完兵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就拿着我的demo 每一间唱片公司 每一间无特意公司 电影公司 我逐间逐间去敲门 然后我坐在外面 然后我说 我是叫做周恩婷 我想做歌手 然后他们说 你摆下你的demo可以了 没问题的 你摆下我你会听 我说不行不行 谁这么串 每一间都是这样 这个是我命 我不可以摆下 然后可能你摆下 在后面有十个不同的demo 我说 那是我的生活 我说 如果你要拒绝我 you cannot reject me as a voice you reject me as a person 所以 eventually 我每天坐在外面 然后他们不出来 我就说 我等到你放 lunch 他们说 sorry 不好意思 今天他开准备 几久? 四个钟? 六个钟? 八个钟? 十二个钟? it doesn't matter 所以我坐在那每天 直到我给到我的demo公司 然后eventually 我和Universal 然后我会来到 你会问我们公司吗? 我有 我有找到公司 哎呀 哎呀 每一间公司我都有 迟了一步 走步了 迟了一步 做给大家 East my life 我听完IT的故事 你有没有想到 自己在《全民造星》的时候 为什么会比赛呢? 那时候的记忆呢? 我和他走两个极端 他就很努力去证明自己成功 我其实是想有一个机会 证明自己成功 是吗? 是的 因为我从小到大 其实都很想做歌手 一直以来都参加很多不同的歌唱比赛 希望会有人有声探发掘到 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 直到我大学毕业之后 也没有这个机会 当时我正在做事 我就在想 哎呀 要不要跌了心水以后 真的要做一个全职的文员呢? 放弃唱歌这个梦想 直到那个时候 我看到《全民造星3》 刚刚很招募 不如试试吧 我又看到因为以往的节目 其实他们都骂人骂得挺严重的 我打算不如骂醒我吧 去到这个节目 希望自己尽全力 也有一个机会 告诉自己 到底能否有一个最终的答案 很幸运地 当时大家很喜欢我 现在也很喜欢我 很幸运 所以 不需要坐在唱比公司的门口 是的 说起签公司 其实也有一段故事 因为当时我现在的公司 其实结束了《全民造星3》 就立即我们在谈 当时我也任性 我说不用 我要试试自己闯一片天 闯了之后 就有一些失败 自己有很多东西很吃力 也不太知道应该如何处理 这个行业的事情 也是很新的 接着我就 接着我的经理人 现在的经理人 就问 你们有没有兴趣再谈多一次吗 我还是有点害怕 我很害怕他们会不会再帮我回去 毕竟我当初也很决绝地 说不知道 但是很好 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我也很喜欢他们 他们也给了一个很安心的环境 让我去做自己 也都在这一个 这么好的合作 的关系 就是这么好的关系里面 可以长大 所以我也觉得很开心 但是你入行 也有一段日子 你觉得自己和开始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 不如 Yang Ting 这次说吧 我想 承接我之前说的 开始慢慢找到自己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最大的不同是 I have nothing to lose 因为其实 在2018年的时候 是我最后一次出歌 当时出了一首叫爱与罪的歌 公司也跟我说 YTia 其实你的结果不好 You know We're going to table off the stuff 去到2020的时候 我是离开了香港 去到LA 去了日本 去了新加坡 当时我逗留了很长的时间 其实对我来说 歌手的这个命运已经完结了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在那里去揣摩 究竟我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呢 歌我开始没得出了 我要接受 人开始大了 30岁 当时有一段很长的关系 16年 我打算 不要紧要 去结婚 但到最后没有 那时候 我每一天 和我最好的朋友 住在他家里 尝试挽回的关系 然后我每天就在那里做饼 去照顾他小朋友 带他朋友上学 小朋友上学 放学做功课 然后到有一天 就是我每一天 我起床哭 我哭路哭 我睡觉之前哭 我花了一段时间 在这儿走路 每一天在想 为什么呢 为什么人生是这样的呢 到了那一刻 有一天我接过小朋友 放学的时候 我抱着小朋友 我开始哭 我说这个一定是 我爸爸 当时接我放学的感觉 那我就跟了我当时的那段关系 的那个人 说我说 我是你的 X 但我也是我的 父亲的儿子 你知吗 和我弟弟的儿子 所以我现在会去 所以我才回到香港 而当中其实呢 是出了一首歌 叫做《辞了会改》 那时候公司打给我 她说 YT 你首歌 人认识啊 我说 真的吗 我说 yeah 那是好 谢谢 thank you but I never came back 我说 do you want to come back 我说 no it's okay 我说我接受 but I'm happy I'm happy 有人听过这首歌 展转反側 我离开了新加坡 回到香港 公司就跟我说 YT 我们有最后一首歌 最后一次机会 你想不想看 我说 好啊 那首歌就是叫 《烟爱现场》 亦都给了我 再次一个机会去 认识大家 去给大家认识我的音乐 所以最大的分别是 I think I'm a different person today I have lost what I had to lose to learn the lesson that I need to learn to be the person I am today 所以 歌手不同了 人都不同了 so that's that's what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hank you 卡尔 到你讲了 是 你的故事又如何 很深 刚刚听完 对啊 整个人很沉重 因为我其实是他的反对 就是他说 I have nothing to lose 现在的我 我觉得是 I have everything to lose 因为可能 参加《造星》的我的时候 有点 是什么的 那时候就是 真的是 nothing 但是去到现在 慢慢收获了大家的喜爱 也有一个很好的组织 大家的希望 和大家对我的爱 令到我觉得 我很想做得更加好 然后带一些更加好的作品 带着 去代表这一条 这么好的组织 所以 现在的我 其实反而某程度上 是 会小心翼翼一点的 就是 又 很多时候会担心自己 说错事啊 做错事啊 那 但这件事 其实是因为 我有很多 支持我的人 我也希望做一个 完美一点的我 希望让他们看到 所以 希望很快 我就会 令我的组织 很 proud of all 我相信各位观众 都看着你们两个 成长不少了 那这个时候 交给你们两个 继续唱歌吧 好吗 好 我愿意爱他 祝我愉快吧 你最明白我痛激亦留下 你最明白我痛激亦留下 想得很重也不怕 我愿意等他 还看着你 他会感动吗 看你在沿岸走路 他脚放下你 只照顾自己 我惯了爱他 你怎样做 在沿岸还是我无退路 对你好 无人稀罕我好 无人欣赏我好 原来你习惯他 一头从来没有 爱我看得清楚 我知道 不必得到 不妨陪陈 但愿为你好 他 从来都比你差 仍然死心爱他 谁头再道听他 戚着祈求他算 爱我 为何尚未等到 可能 这秒是神未到 你 尸首醉也好 听听你哭诉 你说难过 总比分手更好 我说多少的女主角 也受过千万 情方坏都 他也去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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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都做多 我也是你的 无重劝告 宁愿牺牲 都不愿缺步 对你好 无人稀罕我好 无人欣赏我好 原来你习惯他 一头从来没有 爱我看得清楚 我知道 不必得到 不妨陪陈 但愿为你好 他从来都被你差 仍然死心爱他 谁头再道听他 喜诈而明知你 爱我 我竟伴未知道 好人 说我未能做到 你当我是自己 我看得到 我当你是一生前途 彼此也是沉迷 麻木控制不到 想我好都等不到 我总去做 无人珍惜我好 无人喜欢我好 原来要学会他 一头从来没有 问过记得清楚 我知道 不必得到 不妨陪陈 但愿为你好 好 从来都指你好 未够好 他不够好 回来我又与他拥抱 仍然相信 我会有好心得好 可能到某日会知道 我爱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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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有個角色 在哪個時期觀眾 你感受到觀眾是接受你們的 認識你們的嗎? 在我的身上 我覺得 其實真的最近大家才認識到我的聲音 以往可能大家認識我在《造星》 比賽的環節 或者是玩一些綜藝節目 認識到我 雲浩映好像經常亂說話 但是這次 我的作品回憶半分鐘 終於大家會 有些人告訴我 很好聽 很有感覺 我是很開心的 我覺得這一首會成為我的代表作 我可以這樣說 就是有個代表作 這首歌也是我用了很多心血放進去 因為這個故事也不簡單 那時候也跟阿杜商量過 其實愛情中最傷的故事是怎樣 我們也寫了很多項目 原來是同居了很久 然後很熟悉大家 曾經幻想過有一個將來的 然後到最後 很久都沒有見過了 已經走不下去了 然後很想念大家 誰知道這一天就在街上撞到一個人 離遠已經看到他 不肯定是否他 也不知道要不要說你好 或者要不要說什麼 在這半分鐘就有很多回憶發生 任天呢 其實我不知道 我真心不知道 就是在遲料悔改出現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在香港 其實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聽過這首歌 有沒有人認識這首歌 甚至是MV沒有我的樣子 所以其實我從來不知道 觀眾對我的看法 或者怎樣認識我的聲音 但是我想過去的一年多 在不同的平台出現 去玩不同的東西 有用很低音的跟大家聊天 又用很聲勢力氣的去唱歌 我猜是透過一些不同的層級 去認識周安婷這個人 但是你說聲音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的慈性的沉聲已經是 她的BJ聲已經是最訊號的聲音 Thank you Hello,這是Yenteng 我是Clove 你叫外賣也是這樣的聲音嗎 我想要一個豆腐火爛飯 放在門口就行了 謝謝你 你有沒有錢拿? 我得不到 不要按中 我幫你按鈕 你好,我去九龍城 我也想起 其實我在歌唱事業那邊 曾經在失落的時候 或者迷失的時候 會想一下 究竟用什麼方法去解決 當然你看到大家 現在看到我解決不了 你們倆有沒有試過這些… 不是啊,我不准你這樣說自己 好,BB,我會努力 但是你們倆 你們會怎樣去… 有沒有試過這些階段 你剛才說過 做蛋糕那些就不是迷失 那些是沒有了 那怎樣克服呢? 當我在很低潮的時候 我很感激身邊的朋友 他每天都帶我出去 他知道我會不斷地 滑倒下去 我會和我家人說 我家人也都不斷地給很多支持我 那我想 有一些身邊很強的 anchor 我經常說 會令到你可以走出那件事 其實 我手上經常戴很多不同的戒指 其實 我每一次都戴同樣的戒指 不是因為我喜歡他的首飾 而是 是很多我自己做給自己的 philosophy 例如中間那個是一個北斗星的戒指 其實他提醒我 去找我的北斗星 去找我想去的地方 我究竟想成為一個什麼人 我要成為風 但是我要隨風而去 我旁邊有兩個拋樓 去 anchor myself in the sea 無論是多大的海 我都要找到我自己的重心 去找到自己在哪裡 那所以 我想身邊的人很重要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你要花時間 在你最失意的時候 去想一想 其實你自己做了什麼 你沒有做到什麼 你做了的事情 怎麼可以做得更好 而是由裡面去反省 怎麼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我明白了 但我要找戒指 先回去反省一下 但Kyle,你有沒有戒指 我沒有 我覺得… 我也有自己的信心 我都不一定要戴著 那你怎麼跳出這個迷失 我是一個屬於會想很多東西的人 就是想太多 所以我最近學到… 以往學到就是要做一些東西 所以我就會迫自己 不停地做… 但到了今年的一些迷失的時候 我反而會覺得… 其實… 可能我要想到底要做什麼正確的事情 就是… 做正確的事情 所以我會想… 有些什麼我真的很想做 而且不只是死做就行了 所以做的時候 這個過程就會幫助我 沒有那麼迷失 好像慢慢走出一條路 還有我想說 迷失和失落是兩種東西 如果你說迷失沒有方向 很多同學或小朋友都會問 我不知道我想做什麼 怎麼辦 關鍵是你怎樣也要選擇一件事去做 就像Kyle那樣 你選擇一件事去做 做完之後 這個不是我想要的東西 至少在一個篩選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刪除這些東西 但你說的失落或迷失 如何去平衡這件事 就是大家要嘗試去找到自己的方式 和答案 好吧 這個時候交給你們兩個唱歌 好嗎 謝謝 好嗎 幫我來試試看 好嗎 來試試看 好嗎 十米 转角又另一幅天空 穿过一线光 开到世间的对岸 藏下你 藏下我 藏后几里看汉 寻美泡汤 云陀望出这爱 是盛放的恋爱 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 乐日飞池听歌汉海 折问折到无法公开 无人认出契爱 是你的可爱 未亦确确实实存在 暖吾后架势 让我最高速的开 停在背后藏一彩 无人铺好 τά妇的漫娼 欖泪子袋智习一样困 О,没有酒 同时有声 亦有你的一双眼 爱无直线 吹着引擎叫哭 攀手转弯 沿途望出车外 是盛放的恋爱 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 落药飞前听过汗海 折问折到无法公开 无人认出车内 是你的可爱 你也确确实实存在 暖吾后架势 让我最高速的开 情路背后藏二彩 几多天边海角 爱可否不拥到河 随地吐着你 随地照顾着你 走出车开海 如此恐慌 沿途望出车外 是暴晒的恋爱 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 落药飞前听过汗海 折问折到无法公开 由黑玻璃遮蓋 我爱你被预料之内 暖吾后架势 让我最高速的开 情路背后藏二彩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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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试验好人 难够欠刺激感也很黑人 想常在问为什么不关心新闻 不识吹动太不吸引 明明你要有个好玩的人 在令我记起罕有的旅行 又换次考察 你已抱怨迈命得比加班生琴 可惜了你说终一问 迟了悔改 只好降低你离开 无法慷慨 心死的我活该 是我想满得太多 凡是你所发的错 也许惩罚了我 你也受尽伤害 迟了悔改 真心降低你离开 凡是自己认定失于好意不准他爱 为你好只像恶在 能自爱偏不动得相爱 留下我没应该 留下我没应该 变身得太应该 我也许极度愚笨愚笨 然后再自信 我应可强引 可强引 当你这个聪明人 不安分 你也许自问 无可无可无可 然后才自告 你该不再等 不再等 我另一位透明 证实快乐也算盈分 以我现场 人类智商 总都不够高 谁等 无处可窝 别要敢 今天你尝爱我 情人组不是我 谁可讲看错 这结果太赤裸 不能被过 不是我可扮傻 没太多可讲 别断海汗 成为经典配歌 谁捨得最看 你这刻与那位 感情状况 需害解你的 不是我 别再讲 今生活上恐慌 为何尽得着我 仍想找线索 你我欢笑唐厕 跟谁渡过 之后别太清楚 多恐慌都不用被采访 愿难堪力是你 何必干负我 有个忌堂爱恋 几场虐葬 讲不起最错 正略过 正略过 亦看他的音乐视频 也拍得很漂亮 在一段爱情中 在车上可以发生什么事 觉得很有趣 亦想在女生的角度上 没有 被人撞车 撞车 在车上会发生什么事 车上会发生什么事 駕駛吧 很有趣 如果有男女朋友駕駛 駕駛 可以拖着女朋友的手 如果我不太懂駕駛 但有个棍子 然后駕駛 手就可以放上去 然后这样 对吧 是的 你也有些经验 这样会不会太危险 我会 我的駕駛是很可憐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駕駛好一点 駕駛好 你很骗 不要这样 所以我是不浪漫的 不是 也有一个浪漫的阶段 你修修埋埋埋 所以我就想 如果女生 修修埋埋埋 女生坐在这个副家里 有一个怎样的感觉呢 我想有一个女版的黑球 然后表达这个甜蜜 给大家听 刚刚YT 你把你最烈的两首歌 变成了玛丽 对吧 那接下来你又有一首叫三生有幸的歌 和那两首歌是三部曲 那你一开始打算做三部曲 还是 其实 做完三首歌 才告诉大家 是三部曲 其实 我在做意外现场的时候 我知道 今年我会出四首歌 但是我知道 我去到第五首歌的时候 我应该要出一首ballot 因为我是透过四首不同的歌 给大家认识 我不同的音乐 我不同的风格 我不同的风格 那究竟 认识了之后 周恩廷会出的ballot 会是怎样的呢 那时候 其实结束了刚刚 那首歌之后 我就觉得 其实今代有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 有些是欧美的 有些是韩国的 但是永远会看到他们的留言 都说 我最喜欢一些二千年的广东歌 所以那时候 我就在想 如何在ballot上挑战我自己 我特意写了一个 是有二千年味道 我心中的二千年味道的歌 你会听到一个編曲 例如那些故事 那些 那些 其实就希望 制造一个不同的风格 给大家感受 所以那三部曲 如果你说主题来说 我也是去到 听到辞尿陪的 以我现场 比较多人认识的ballot 然后再想 如果是一段关系 如果很黑骨骨骨骨骨骨的话 去到下一步 或者最后一步 究竟会是怎样的呢 所以就透过这样的概念 就写了一个曲 写了一个词 我是以一场戏 我写了一段戏 就是说 去参加前度的分离 一个故事 我觉得如果他有风度 去请我 我也都应该 要有風度地去出現 去祝福他 所以這就是我整件事的概念 兩位自己的歌曲 都會有捨得和不捨得的主題出現 要你說,人生之中有一件事 到現在還有不捨得的感覺 是甚麼最深刻的? 我的不捨得其實是帶著一點遺憾 我覺得這個不捨得的一件事 會有些事情是可惜的 才會令你為何不捨得 我捨不得的時刻 其實是我拿女生人金的時刻 因為我覺得那晚我沒有好好享受喜悅 而那件事是不會再重複 我也不會重新再做過一次新人 就算是,也不同 所有事情不能再重複 所以這個不捨得是… 就是希望自己當初會享受一點 即是在現實的活在當下的感覺 你很抽離嗎? 那晚的情緒也很複雜 因為其實我唱得不太好 但又覺得自己… 其實身邊的人也很替我開心 為何我還耿耿於懷恢的直播呢? 即是因為那音唱得不好 或者走音 但原來有些事情… 現在回頭看起來其實不重要 因為那個開心是可以忌一輩子 而那個走音是… 只是讓它離開 是 我想我沒有 我想我沒有是… 可能在我今天的時候 我覺得我要挽留的東西 我想挽留 我想珍惜的東西 我想珍惜 其實我小時候可能會比較多 因為我小時候經常覺得 身邊的人都是… 我是一條船 而它就是我的船員 一個人走 你為何要走? 我很心疼 你為何離開我?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是我最愛的人 為何你要走? 然後我長大了 你就會發覺 原來每一個人是一條船 有一天 它跟你一起遇到 在同一個河流 去走的時候 你應該要感激 你應該要感受這件事 他離開,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會祝福這個人 這個人 我不捨得這件事 但是無論是這個事情 或者這個人 或者這個遺憾 他留下來的 其實就是最後一個 lesson To always let you remember To always appreciate 所以其實遺憾這件事 雖然我覺得是很慘痛 但是我希望每一個有遺憾的人 可以明白到 其實遺憾不是一個洞 不是一個要填補的失誤 不是一個錯 而是可能人生是一幅畫 你用藍色 你用黃色 去到你錯的時候 你用黑色 去到最後 自己每一個人 都有自己的一幅畫 所以 我不會再有任何遺憾 無論失去什麼人 我覺得我開始要學動這件事了 你看看你令到Joey哥沉思 那不是因為我是一隻小艇 你用船 不是我是幫人做小艇 你覺得不捨得你是沒有的 你覺得捨得是一件好事 還是一件壞事 我覺得捨得是一件好事 因為代表了你接受 代表… 就是讓你走 對 要明白 其實在命當中有他的不同的安排 我剛才說 其實我小時候不信命的 命運掌握在我手中 哪有命這件事 那時候我媽媽跟我說 我爺爺跟我說 但我不行 我一定能做到 原來不是的 那所以當那件事離開的時候 我們要捨得 我們要去接受 我們要surrender 我們不要去抗拒這件事 去 fight 它這件事 其中有一句 philosophy 我其中手指上的 是叫amorvati 去愛你的人生 to love your life 因為每一樣 它的發生有它的原因 另一個叫memento mori 就是remember death 它記得你隨時都會死 所以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to surrender so what about you cloud 我聽完你這麼說 我很想 conclude 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就是有寫就有得 寫得這件事 是有寫的就有得 但是誠實 其實我不是特意跟你唱反調 我是覺得 不寫得是一件好事 因為對於我來說 我的所有的回憶 都是很珍貴 亦都形成了我現在 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所以我hold on to 這些回憶 其實是某種程度上的不捨得 但是我很珍惜這些回憶 我也很想一路把它放在我的腦海 令到我去成長 或者以後做得更加好 所以對於我來說 不捨得是好事 那兩位接下來有什麼新動向 可以告訴觀眾 我的新動向 就是我已經推出了 我的第二支碟 名字叫做 Introduction to Pain 很厲害 對 很開心 痛苦嗎? 痛苦 是的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也是一個 比較少痛苦的人 而且也是很開心 很少會有一個機會去面對痛苦 但是這次也是 隨著自己的經歷 也有好幾首歌 其實也在說 不同情況的痛 到底我的狀態是怎樣 或者怎樣去面對 所以是一個Introduction 給我成年後的我 終於原來是有痛苦的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一個碟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 是很沉重的一支碟 其實是我能夠接受到 我才可以有這個Introduction to Pain 然後跟大家說 痛是怎樣的一回事 我自己的最新動向 就是我接下來 五月十四十五日 會有我第一個個人演唱會 謝謝 其實我相信每一個藝人 都很希望有一個這樣的活動 去跟喜歡你的人 一起去celebrate這件事 因為其實是見證著 你一步一步的成長 每一次我們去Perform 有人來看,有人來聽 可能是經過 哦,挺好聽 哦,我知道誰 但當是你的節目 他們來看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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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我很希望做到給 喜歡我的音樂 喜歡我的人的 不同的觀眾和聽眾 而當中 其實今次的演唱會 我會做回我自己的導演 我也會做回所有的creative 我會做回我自己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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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讓你驕傲 那你的演唱會什麼時候呢 其實接下來我第一個 個人的演唱會會 會在5月14、15日 會在5月14、15日 我們就交給兩位 繼續唱他們自己的歌 好 謝謝 天將改拉近 或許待會有人過 吸引這眾飛沫 再令你的他比較親 新人來臨 在場功何物運 今晚我涼 得你換身份 將要請我見證 你在流淚進行 原諒我對你也未絕情感 做你嘉賓 當做和你勇文 共你有個過去 三世都有幸 若光陰會倒轉 故事情分未斷 讓我再次與你 共度如生 合真 一時信情 樂言一同前行 當年情人 今晚坐不勤 再衝撐你興致 卻無權利在意 連半作也放棄 連半作也放棄 不該再等 明明自問未夠好 只可惜不敢當個愛人 一世輪迴遺憾 是我一生的幸運 自己不停勸告 最後無力相守 最後無力相守 而令我有個劫 不懂去分 扶了一生 看著誰兩勇文 無奈說到對你 走太多愧欠 若可返到過去 若能從頭遇見 期望我會對你 永不告再見 再見 詞曲 李宗盛 紅黃綠穿又穿 醉了又山劇院外面 懷疑就快樂雪 就快玩歸 換酒樂業 而 與眾仰共遠錯錯 到時漸變黑白 彷彿看見你 已期待夢 回憶的半分鐘 那個冬天 靜靜的相容 並放半分鐘 有你的情節 使我面紅 奇我換相由天去北極 遊著行著 可不記得 苦於頑狂 頑狂 如何頑狂地鐵 幾百萬人 煩惱著公視 然後為起耐心 所有熱情 又一次 擦不得親力那刻再好憂 擦不得等到燭光才消失 生活很壓迫是嗎 那道愛受了委屈 那道愛受了委屈 回憶的半分鐘 那個冬天 那個冬天靜靜的相容 冰風半分鐘 有你的情節 使我面紅 卻我換相由天價不極 而明明無能力 橫越赤道該怎麼埋盡 能怎麼埋盡 擦不如分開 越過汙陽深海 欺欠一個心愛的 又擺脫傷我的城市 我發現宇宙更大更光闊 能順其自然的光滑 偏偏你在都走盡我眼中 半分鐘 半分鐘 約靜靜的相容 差點看不懂 頂戒飄雪 一片白夢 你手上的戒指半掩著 迎望你咖啡杯 在親自滴命 記憶有風 詞詞詞歌玫綴 《看清楚面阿 slides》 詞曲歌ρε博 《Ч賞國盲查》 熱情就算 熄滅了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 甜言蜜语 芳华稀笑 多及我一点不要缺少 话题尽了也不紧要 寻我自淒冷的心笑 繁华闹是灯光普照 然而共你已再没破窍 红眼睛悠悠的看着这孤性 如同呼笑最长的高兴 传承为我花光响镜 浮华成世作分手报警 传说中痴心的压力会傾盛 危红色了世界沾冷清 烟花会正 新歌会停 显得这故事未知更动听 烟情就算识灭了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 甜言蜜语 芳华稀笑 都及我一点不要缺少 话题尽了也不紧要 问我自淒冷的心笑 烟花闹是灯光普照 然而共你已再没破窍 红眼睛悠悠悠的看着这孤性 如同呼笑最长的高兴 传承为我花光痕镜 浮华成世作分手报警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傾盛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傾盛 危红色了世界沾冷清 烟花会借 新歌会停 显得这故事未知更动听 红眼睛悠悠悠的看着这孤性 如同呼笑最长的高兴 情流欲遇到了阵营 来迎造这绝世的风景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傾盛 泪红色了世界沾冷清 烟花会借 新歌会停 显得这故事未知更动听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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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谢谢Klow和Yan Ting 上来MusicPanda 大家的小朋友们合手 谢谢杰哥、希希 和嘉宾主持Joey Tang 谢谢 谢谢 喜欢MusicPanda的朋友 记得 《疯狂CLS》 和加入我们的会员 还要不停地 Loop我们的唇歌曲版本 好了 是时候 我们要跟大家说 拜拜 拜拜 是时候 帮到我们的一套 曲 帮到我们的一套 我们的信号 我们的信号 帮到我们的信号 你们的信号 绝度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